美国拳王兵出齐少将邱剑良击倒 并且妄想统治中国羽量级的拳坛 之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他确实有点东西 不久之后又将中国猛将为宁辉斩于马下 来中国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击败了多位中国汉将 他就是美国的拳王麦克塞尔 麦克塞尔出身于美国的一个拳击世家 从小就开始苦练拳击 他的父母都是美国知名流派的掌门人 哥哥也曾经拿到过世界冠军 而熟目染下的麦克塞尔 也将自己的拳击技术练得炉火纯青 在中国击败了邱剑良 为宁辉等顶尖高手之后 便自称在中国无敌 想要统治中国的羽量集拳坛 这时中国小将陆建波却对其发出挑战 势必要让其陨落在中国的擂台上 但是从两个人的比赛经验和成绩来看 陆建波和麦克塞尔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这就导致许多人在赛前并不是非常的看好陆建波 甚至连中国人都认为陆建波获胜的希望非常渺茫 但是为了中国搏击界的荣耀 陆建波还是带着众人的质疑和压力登上了赛场 让我们看看陆建波是如何超常发挥将美国拳王强势击败的 比赛开始前往兄弟们动动小手点个赞 小林柱点赞的兄弟们一夜暴富 接着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 比赛开始后麦克没有过多的试探便直接出手 连续的扫梯配合组合拳向陆建波发起了进攻 但中国小将陆建波也丝毫不慌张 冷静地应对麦克的进攻 虽然两名选手在年龄上只相差了一岁 但是从比赛经验和实力上相比还是差距悬殊 此时两人进入了互相拼拳的一个阶段 陆建波一个直拳成功命中 可以看到在第一轮的对拼中陆建波占据上风 两个人明显都是进攻性的选手 没有过多的虚招和试探 上来就是实打实的硬碰硬 结果在混乱的拳腿之中陆建波一脚踢到了对手的当步 因为陆建波在身高上略有优势 所以这也是无意之举 随后比赛继续 两人的对拼仍然十分的激烈 虽然麦克的身形要略微的矮小一些 但是他的出拳速度却迅猛无比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短小精干 但是陆建波也是不逞多让 不断地寻找主动进攻的机会 两人高频率的进攻让现场的观众看得十分殆劲 而陆建波打法也十分的张扬 甚至主动挑衅让对手发起进攻 这可把麦克赛尔给整不会了 要知道他前几次战胜的都是中国的顶尖高手 面对他的时候都十分的小心翼翼 陆建波却不按常理出牌 打得异常的凶猛主动 并且在几轮的对拼中 陆建波丝毫没有吃亏 此时第一回 第二回合的时间结束 双方进入简单的调整 接着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双方二话没说就开始了激烈的角逐 麦克一个正登进攻 陆建波立刻扫踢回击 并且抓住机会又是迎击全命中麦克 此时的陆建波似乎进入了状态 非常的敢打敢拼 并且攻守兼备 进攻的同时还能迅速地完成躲闪 激烈的碰撞和进攻让比赛显得尤为精彩 而陆建波也打出了自己的气势 丝毫不像经验不足的小将 陆建波自己作为断流天王 那个外号并不是白给的 这个整个的气势 断水流啊 这是自己给我的解释 而且在上一回合当中 其实我都要看到 这个陆建波 他的整个比赛的拳 到更加机关键 速度和节奏非常快 陆建波一直以来 就是在拳腿连击方面 并不是非常的出色 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短板 不能忽略 面对机关键 这个麦克赛尔呢 我们也相信他做了两个月的准备 一定会有一定的提高 但是麦克赛尔我觉得现在有点摸不到 这个陆建波的卖门的感觉 两个人做的一个赛选分析都不够 那陆建波其实他没有发现 这个麦克赛尔他的一个对于低扫踢 他没有防备 然后他也不会接腿 也没有抗摔 其实这是我们这位亚美尼亚选手的短板 然后呢 因为拳法就一压过他了 所以没有看到短板可能也没关系 这个光顾着发挥自己的这个进攻的方式 和预先制定的方案 都在这个比赛当中还是需要调整 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 我们看到在双方对拼中的陆建波 有很多次的认识 其实就是打在对方的合遇生力 这样会消耗对方的体力 但并不会对对比赛尔造成制定感性 反而麦克赛尔的几次负爽 这时双方一轮进攻后刚被裁判分开 陆建波立刻直摆的组合直接将麦克击倒 这一个击倒让全场的观众都沸腾了 随后裁判对麦克进行堵秒 麦克摇摇晃晃的走到擂台边 麦克的哥哥也立刻上来查看状况 随后表示麦克无法继续比赛 于是陆建波TKO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也成功地终结了麦克赛尔在中国的连胜势头 只能说赛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 陆建波出其不意的重拳直接将麦克击倒 为众多的中国搏击高手完成了复仇 不得不说性格张扬的陆建波确实有嚣张的底气 擂台上的发挥非常的出色 也让那些不看好他的人狠狠地打了脸 让我们为中国硬汉陆建波点赞 中文字幕shaped